确实以巴战争冲击的除了美股也包含台湾的股市了 关于今天台股的表现要把时间交给浩婷 谢谢加入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来看到股汇双杀 那么台币今天是扁六分 在台股的部分现在也出现了一个群龙无手的这样状况 所以台股呢今天跌跌了130点 收在16652点 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杂讯呢 就是包括了原本说 好像以为AI教父黄仁勋来 AI族群会长 但是今天普遍走跌 而且大型的全职股走弱 现在呢就连台股也丢失了季线了 包括了AI观念股的震荡 今天靠的就是金融以及生计类股来撑盘了 那么现在大家来看说 这个礼拜台股能不能够挑战万七呢 上个礼拜感觉不错 但是这个礼拜出现了一些杂音 那么就来关注到这个礼拜四 台积电要召开法说会了 所以现在在这个外资法人圈 也模拟了三个剧本 先来看比较坏一点的这个悲观的状况 说如果呢 第四季的营收既减百分之十的话 那台股依旧是震荡的 那么再来情境二 全年营收减百分之十的话 台股震荡当中出现了一个比较稳的感觉 不过目前呢 在这个法人圈啊 都是一致看好的 就是在情境一了 如果呢 第四季的营收既增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而且这个毛利率可以维持在百分之五十三的话 所以呢 台股在台积电的带领之下 还是会有些比较利多的走向 佳容 好我们来看是产业面呢 台湾九月的出口终于终止连十二黑了 另外呢 外营的第四季展望也显示 半导体产业是不是要复苏了呢 继续请浩婷带我们了解 关注这个讯息哦 就是在出口导向的我们这个台湾啊 九月份呢 这个出口呢 终于由付翻证了 终止了连十二黑 而且呢 年增率达到了百分之三点四 是优于财政部的预期了 那么所以现在呢 外资的这个银行 就是外商银行 他们认为说 第四季我们台湾的经济展望 出口趋稳 而且重拾了信心 半导体依旧是带领的一个 领头羊的行业哦 就看看销售能不能够表现亮眼 呼应到复苏的这样一个预期 那么现在呢 外商银行先来看到 两大外商银行的估计 行展集团说 台湾明年的GDP 可以回到百分之三点五 而且这个曲线 也带给大家一些信心度了 但是他说你要知道警讯哦 大陆对台湾的这个贸易限制 像是ECAFA这个部分 如果出现了一些变数的话 那么像是 卖到大陆去多的这个石化产业 以及机械业的话 是不是成压也比较重 还有包括澳盛银行说 台湾明年的GDP 可以回到百分之三点三的水准 超过三 但是还是要有市井哦 像是在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如果发生了中断 怎么办 全球经济持续衰退 没有继续走扬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危机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又该如何因应 加油 好 除了半导体 我们还要看是台湾的科技业 像是在笔记型电脑部分 AI是一个新的趋势 而明年呢 跟AI相关的笔记型电脑出货 是不是也会增加呢 好 听 好 我们来关注到AI笔电 大家会觉得说我刚刚换了一个新的手机 AI笔电这么贵 有没有理由要换 我们来看看 笔电的新战场 现在晶片大厂高通也加入了 而且这一次即将要发表的就是 全新的笔电处理器 骁龙X 下个礼拜要在夏威夷亮相 高效能强化AI的功能 而且高级机种大概是明年五月份就要上市了 或许你会觉得说这些厂商在拼这个AI笔电要做什么呢 效能快而且比较省电 那么缺点就是比较贵一点了 你看像这个Google10月份发表的Chromebook的Plus 强调AI也是个特色 那么Intel其实也亮相了第一款的AI笔电处理器Chrome Ultra 那么现在有些研究机构认为说 其实AI笔电的元年应该就是在明年了 明年的全球的AI笔电的出货量 渴望挑战5000万台 那么在2025年到了这个笔电的更换了周期 很可能数量更多哦 全年的出货很可能上看上一台了 当然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竟变了 今天的股价是跌了8块钱 但是台积电帮谁做呢 它就是帮这个高通的这个骁龙X的 这样一个全新的笔电处理器去做晶片了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当然现在也受惠 被点名的点降录 广达 人保 细围 还有包括像是鸿基 渴望都受惠了 所以相关供应链大家来看看 在未来这一年追两年 AI笔电有没有可能再搅出亮眼的成绩单 这是今天的新经济 今天即便是股会双杀 但是邀请观众朋友下载GPBS新闻APP 里头有更多的财经快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